国泰航空三位空姐机上闲聊 骑士把茅台英语说成地毯的乘客 引爆公司核弹级危机 就在大陆网友公布录音档实名投诉后 大陆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接连发文严厉批评 人民日报旗下俠客岛文章通骂 国泰道歉不能只是把责任推给几位员工 应该重拳整顿 新华社也写下老毛病老不改 国泰航空飞不远的重话 国泰夜晚发出由行政总裁林兆波主名的声明 再次向受影响的乘客 同社会各界表示承治协议 说已经完成调查 22号被网友文字投诉时 国泰第一次声明虽然有道歉 但并没有说针对空服员进行调查 23号录音档曝光后 国泰二次声明才说 三天之内会公布处理结果 涉事者停止处分 但在大陆主要官媒陆续撞炮抨击之后 眼看大陆舆论怒火未消 国泰深夜第三次发声明 说调查结束 并解雇三名空服员 空姐们高傲的酸言酸语 铺天盖地在大陆社交媒体转传 但国泰解雇空服员是否能彻底灭火 还要看大陆网友买不买账 有人点出国泰行政总裁的道歉信 使用简体字 显然歧视的就是针对陆客 扬言抵制到底 而公开资料显示 这次发生歧视风波的成都到香港航班 过去都由国泰港农负责 在公司重组之后 改由国泰营运 目前有15条路线飞往大陆 更有超过三分之一乘客 是大陆转机客 TVBS新闻程序 李明珍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